我想問你們,你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 沒有 但是你們拍拖的時候 你們會多久才會介紹給家人認識呢? 其實沒有突刻意地計算多久才會介紹 看情況和看是否遇到大時大節 或者譬如新年 新年,中秋 沒有 很夢了 吃了節奏 很簡單 娛蘭節7月14日 都要的,一起拜仇 一起燒家衣 清明、重養 花手領養都要的 如果你第一天認識她 跟手之後第二、三天就是節日 那怎樣?去不去? 當然,如果我剛拍拖之後的第二、三天 都已經是大時大節 我應該先不會出席家庭聚會 先躲一躲吧? 當然躲一躲 因為我剛拍拖而已 就是這樣 嚇到對方 你想想你剛拍拖 聖誕節 你陪媽媽還是女朋友? 我說話 對不對?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但如果特別是過年 我以為你說遇到隨時散 對,這個也是 他們自己小心 但我剛才說 通常是過年才是最容易 做冬和團連 其實是這三下最容易 例如拍拖 拍到差不多 四、三個月 最少都 可能是遇上這些時候 但當然 這是可能一般情況下 等於上班三個月 補充 但譬如如果你真的 這個你覺得OK 或者什麼 那就早點見 按 這就沒什麼特定的 但就隨遇而安 不明白 我剛才不是說 我是視像比較長 你是視像見家長嗎? 其實是 很尷尬 很尷尬 Hello 你好 陳先生 先說說你的經歷來聽聽 你記錄說 你上一份工作是半年前 想問你待會半年做了什麼 不是 因為當時我在家 聽到用電腦視像 剛好我媽媽回來了 我又未收線 我媽媽看一看是誰 可能在機緣巧合之下 太適合了 重點是當刻的那位男生朋友 他在攝影機做什麼 他動高腳穿著波褲 拗著大腿看波 還是怎樣 他跟我聊天 很正常的跟我聊天 其實我想說 我媽媽和她媽媽和爸爸 都是在視像聊天 都是在那邊 你有沒有想到當刻 立刻就住拍結婚 等一下 我要理解 為何會發生一回這樣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她畢業 她父母就去她畢業禮 就飛了美國 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和她在視像聊天 聊聊天之後 她媽媽過來了 她媽媽看著鏡頭 看著兒子在做什麼 跟她聊天 然後跟我說了幾句 說了幾句 剛好我媽媽又走過來 跟我說話 她們兩個在那裡聊天 聊天也是說話 說話 都是那些很緬甸 你好 你好 對 然後說美國 你去哪裡玩 這些 已經開始有朋友起來了 對 然後自此之後 家裡的電腦 你們分開後 她們都飛 當然不是 那又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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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用那麼朋友 對嗎 其實那時候也很害怕 因為我未見過她 我未見過她父母 我也很少聽她說 她父母的 那些東西 很友善 少點提 少點提 所以我那時候 會很害怕去見對方 但你們呢 你們會不會害怕 害怕 我沒什麼 你可能經歷多吧 都沒什麼害怕 說見別人的家人 因為我挺有信心 一定行 她很容易會不喜歡我 這方面行 所以不用擔心 應該這樣說 我自己又覺得 見別人的父母 你最重要是理解一下 你害怕的原因是什麼 你害怕什麼 你害怕什麼 首先是你害怕陌生人 有多陌生 有多陌生 還有那句 其實別人的父母要見你 你應該理解到別人的父母 他媽媽想做什麼 他不是覺得你英俊想見你 是他想看看他女兒 現在跟那什麼人一起 然後這個男孩 是不是煞煞滾 是不是對他的女兒不好 知如此類 你都知道他要什麼 再加上你不是的話 其實你沒什麼要害怕 那就打個招呼 但是設計 你見家長那些 你設計 你去見別人的父母 設計 你真的不要太多話說 你也不要太主動住 你保持基本的禮貌 以及和我可親的紳士 又不用去當他臭客 而重點是你去到的時候 就是有一種 有一種小小是 你見到一些不是經常見到的親戚 你會是怎樣 嗨拜 不是很大說話 但是長輩 但是長輩 打招呼 然後就不說話 但是那個 你的開頭是選對了 狀態是類似這種 你會有什麼打招呼 你不會有什麼 你不會有這些 你不會有這些 你會說Hello 你好 其實這些開頭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 簡單又直接 還有之後 你一定是指定幾個問題 問你 首先第一 如果你在裝束上面 你起碼穿得 不用穿得去飲 舒服乾淨清爽 例如Jack哥 如果他見家長 那就不要戴帽 剪了頭髮 收下頭髮 或者可能穿 穿襯衣 加件T恤 其實跟他現在不是相差太遠 加件襯衣 感官上可能又有另外一種 然後你去到的時候 例如麗大媽媽 叫姊姊姊姊 接著就是叔叔 看看當時那一刻 是你上去吃飯 你是約他在街外見面 飲茶還是怎樣 當然你也有很多計算 那個計算的意思是 你要怎樣做一個相對的反應 即你沒理由想到別人家 在家裡抹著腳 還看報紙 接著問人家 叔叔你有沒有賭球 今晚有場應超 即你沒理由 熟了就不同 熟了就玩什麼都可以 但你說未熟的時候 你就不行 始終都 人家是長輩 裝模作樣都要 又不要裝模作樣 我覺得那件事是你一個尊重 你上去 譬如說 如果你去別人家吃飯 可能事前 你也要問一下你女朋友 你家人喜歡吃什麼 要是你砍料上去也好 要果膽 我不知道 我只是看電視 加枝葡萄色好不好 我是看電視學科 即你可能上去 你之前問一下你女朋友 你爸爸媽媽有沒有什麼 吃什麼不吃 即如果他回答你 爸爸很喜歡喝酒 買點紅酒 當然這個是其中一個選擇 但你也要再敏心一點 爸爸很喜歡喝酒 不過最近國安有事 那你沒理由還把紅酒放上去 那可能你會說 有否帶涼茶上去 帶涼茶上去 對,帶涼茶上去 例如說 你要問問另一半 例如說 上去 如果你想 不如砍料上去 原來人家全家吃齋 那你就砍叉燒 那些上去你就只砍玩 然後你上去買一些 最簡單的 可能生果是一些 不錯的選擇 而生果的可能是 有果冉 對,買一些有體面的 什麼香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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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上去 大家開開心心 高高興興 然後你上去的時候 你自不然 都待定 有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你見工都懂 這些你很正常 所謂的一分鐘自我介紹 是其實你等對方問你 你先說 你不用上去去 朗重這樣說 你問你便說 別人不問你便不要亂說 很簡單的禮貌 人家問你你做什麼 你便說 別人問你你平時住哪裡 你便說 很正常的事情 有些我聽過 就上去很瘋 上去看別人家的 裝潢擺放些什麼 大概猜到別人家 喜歡些什麼 例如 如果你上去看見很多 車的模型 或者之如此類 那些 可能原來你爸爸 喜歡車的 你便盡量開車的課題 便不死了 我便說這些 太進取了 一下子如果說 不是 其實是 我 有個兒子他喜歡的 但他早幾年走了 這樣 那你做的 你即時做的 你立即死了 你不要懶惰 其實最重要的是 你上去不要懶惰 你不要覺得 一說什麼課題 你又裝飾 別人有個貴草模型才算 你不懂便不懂 不要亂說 你不要裝 別人一說兩句 你是穿的 其實真的跟見公是很相似 你見公都是 不要不懂 你見人家長 都是一模一樣 因為最簡單就是 老闆請你回來做一份工作 然後你不懂 他覺得你無聊 但如果你譬如說 作為家長 你見到 女兒跟一個這樣的 男生一起 他都是 水我的女兒居多 那不如就算 他們的觀感會不好 不懂裝飾 真是大忌 除此之外 我想都 都正正常常 沒什麼好大 你見過家長 你有沒有見過家長 有 那風評怎樣 行不行 沒有 好像你這樣說 好像你剛剛那些 其實大部分 真的很好 而且如果真的 剛好聊天 你想說 就多說一句 通常等他問 真的 人夾人 你不要硬製造話題 我覺得有些硬製造話題 是很… 很尷尬 很怎樣說 好像有機心 很反效果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可能他就覺得 可能對方家長 可能對這個題目沒什麼興趣 不知道跟你怎樣延伸下去 是啊 而且我猜我們做這個行業 應該都很難會有事 要不然我失業了 真的 真的 只不過是你控制節奏 你不用當他上來做節目 但到了差不多的時候 要爆發 讓人說 自己說少少 讓人說 自己說少少 讓人說 好像把冰箱波一樣 那件事 你見過家長是怎樣 我見過 你有沒有認真想過 去人家家見過家長 有一次 有一個對象 是有的 近幾次沒有 那個其實我也是 時間太闖著了 來不求見家長 就已經遇到了 不是 那你先說你剛剛的 那你先劈頭見過家長 今天第一天拍拖 誰說見家長 不是 我也是有跟他打招呼 買什麼上去 買什麼上去 好像是燒尾 真的要買東西嗎 不是 你沒有嗎 我想吃飯 你上去人家吃飯 沒有買東西嗎 沒有 那你上去什麼 兩手拼拼 什麼 因為不是去吃飯 其實很想上去 你說事後之後 你是你上去 然後人家人才回來 還是約了一起在家見面 我都知道他在家 玩得這麼大膽 好厲害 好厲害 繼續繼續 繼續說 我就是 好像懶惰 不是 因為上去吃飯 所以買些什麼上去 之後 沒有價錢 我們全家吃光 已經吃了四五年了 沒有沒有 很正常 為了你而破戒 很正常 都是之後去洗碗 洗碗之後 洗碗這些厲害 就算不洗碗 假裝撿碗 都要搓那個氣 你也要搓搓 對 沒有 很正常 我覺得我都可以看 洗碗之後 差不多看一看電視 然後就走了 所以你現在 有些好 不是 我聽她說 有些終點的感覺 她上來 姐姐她洗碗之後 媽媽 OK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有些終點的感覺 不是 因為吃完食物之後 我發完食物之後 姐姐 待會是pay me 等下試試 今天是學精 是嗎 是 那會不會不收你錢 對 都算正常常 這樣 上去 人家是爸爸招呼你 還是媽媽招呼你 媽媽 媽媽招呼你 然後就看你撿款 幫忙 看你是否做家務 還是 我猜是 媽媽會這樣 看你的手勢 不用 你坐下就行了 你真的坐下 嘩 還不按她計算嗎 是呀 叫你坐下 你真的坐下 真的這樣 接著一定不用我幫忙 是啊 我家裡也是這樣做的 我猜到她的樣子 已經是那些很假的 死肥仔 那些 伯母我幫你 那些 那些 然後就說 不用了坐下 不要怕我幫你 通常她每一次上去 都是倒一局 每一次都是那些工序 每一次都是那些工序 每一次是中點 她說 其實有點像中點 那些 那抹完碗之後 還有沒有幫忙洗廁所 吸氣 沒有啊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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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聊天 跟她的家人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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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 那些 劇集你最愛 好像變了師奶 這些課題 很厲害 下樓問她 你剛才說 就忘記了 最好聊天 是吃東西 和電視劇 不是 我問一個問題 你在這個過程裡 你當時的那個男朋友 有沒有俗稱幫拖 例如幫你找些話題出來 沒有 例如她幫你延伸話題 有沒有這類型的 沒有 沒有 那你下樓有沒有藉由她 沒有 因為聊天那段時間不長 一注力去洗碗 吃完之後 主要去吃東西洗碗 包機 那不行 你上去我算一下 純粹是激劍 如果我是你老爸 我有點生氣 好玩啊 女兒 被人洗了兩個小時 那她怎樣 那你男朋友當刻 沒有啊 很棒啊 現在有人洗碗 外面家家家家家家家 不是 她叫我不要洗 那誰洗 她洗 不是應該她媽媽 應該陰我 你陰我 看來她應該不是太喜歡你 好了 那你洗碗的時候 她媽媽在做什麼 她媽媽在做什麼 在旁邊 在你旁邊 看著你 洗得乾不乾淨 你真的好像有終點 我一直聽 一直聽到 是一個終點的故事 你洗了之後 她媽媽再洗一次 最佳媽媽 兩手放在後面 一邊看 嗯 OK 有幾下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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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好像知道 原始終點 今天做得不好 不周剪 還是做得不好 不周剪 不是啦 空剪薄 你又要買燒尾 又要洗碗 真的 這件事不成正 現在沒有一起嗎 沒有很久 死掉了 你明明就是新店 我都算好 我還可以進到她的家 你知不知道在美國 有個男生 打算見家長 她還不能進到她的家 為甚麼 因為她走到門口的時候 還跟朋友聊天 聊聊聊 聊到在門口的時候 就說 我不跟你說了 我進去看一條彈傘 但是她收了線之後 她的家人聽到 想按門鐘 叮噹之前 她看到門鐘上面有CCTV 然後那CCTV錄下了她說這件事 好厲害 錄下了她說這件事之後 她女朋友就放了上網 蛤 對 放了上網 因為她不尊重她家人 對 所以她連進去的機會都沒有 你想想 重點很像以前看那些 精裝追女生 今天做甚麼 沒有 見女朋友 那幾個老爺 那些死老爺 之類 就類似說這些 對 但我覺得 我不知道她本身認不認識那個細白 但我覺得她不夠聰明 是啊 你很早就不應該繼續聊電話 對 或者你聊完之後 在車裡坐下 你拍了車坐下聊天 聊完之後才走出去更好 你離開那個區分才會再說話 再穩定 你離開那個收分 對 例如你在觀塘區 你離開了 你起碼去到黃大仙 你才會再說話 隔兩個站 有甚麼要讓她聽到 這些常常會有 好,例如上去見家長 你們有試過有些朋友 是他們見家長的時候很漂亮的 例如說可能是吵架 我想現在也不會吧 或者可能是… 我們俗稱… 可能對方那些… 失敗了 但失敗了,可能有很多原因 你不懂得禮貌的也有 不懂得禮儀的也有 你可能說話不合聽的也有 或者甚至乎可能真的最面對 對方可能問你,你住哪裡 你收入了多少 可能就失敗了 有的,有這些案例 我聽過的,好像拍戲一樣 真的 但我自己聽過有這些故事 你們那年代有嗎 我沒有 因為家人都覺得 即是很友善 他給你面子 或者他不給你面子 他都顧著自己的形象 沒理由說這麼刻薄的事吧 是 是否我們這一代不同了 我想是家長可能不同了 對…開明了 開明了 你自己有否身邊的朋友 例如見家長的時候 是要… 例如衣著… 我想女生見家長 比較重要 對… 第一,你不要太妖艷 妝又不能太濃 對,又不能太拼命 即是進取 穿衣方面不能夠進取 因為你上去,別人也擺到 你要穿得比較嚴熟 盡可能把你身體 80%、20%的皮膚 都包著它 然後… 素色 素色很重要 然後… 平時可能是… 譬如去到… 很多東西都會看 譬如說男女雙方都會 我覺得家長最重要是看 譬如他對他的兒子 或者對他的女兒是好還是不好 可能最…好像拍戲一樣 那些夾菜 譬如說平時穿鞋 你那些夾菜是… 那些夾菜是… 那些夾菜是… 你夾給人嗎 在這裡等他 還是還是怎樣 你是上去見家長 你夾菜 不是,因為我… 我夾一、兩夾 給伯母、細伯 然後到他夾給我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用了… 所以其實那頓飯吃得很少 不應該 為甚麼?他夾給你 你就吃吧 你不給面子 不是,因為… 一個長輩給我 我就覺得… 好像不太意思 謝謝你夾給我 對,你就說一聲謝謝 是嗎 你不用罵他 就是你不用 我沒有罵他 不是… 你不要收真的 你沒有理由罵他 我就說這個… 這個是… 重要的東西 然後你見家長 可能是一些… 即見對方父母第一次 如果你在… 譬如說街外面見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點 但那個話題性 就會要多一點 是… 因為現在可能… 譬如說很多人在家裡吃飯 你對著電視 怎樣都找到些東西 說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猜都不是說你要聊些什麼 而是你那個人容易聊天 即有些上去真的不說話 躲下頭打遊戲 接著又或者可能是吃完飯 他真的坐在那裡 那這些就… 這些就死定了 還有這些我覺得是很尊 的人會犯的錯 即是說你十多歲 見家長才會這樣 你照計出來工作 你去見人家長 我想… 我想很少可… 衰得這麼不教官 正正常常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的動勢 當然你說剛才那個 我是否你走在人家門口 大大聲說 那你這些就自己拿來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也沒甚麼特別的 好,譬如你第一次見完家長 好,即是叫做OK 什麼時候開始你覺得 是可以真的叫做入屋了 Friend 可以肆無忌憚說話 嘩… 這個都… 我覺得要再見幾次 對 見到五、六次 那你們會 prefer 你帶了一個女生 見你家人先 還是你去見了 你另一半的家人 我反而是會想先見了 你先見了別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藉口不見 什麼意思 有些人會逃避 例如你拍拖 你叫你女朋友 見你家裡 沒有拍拖 那你就說 不是,我見了你爸爸 然後他就說 好吧 他一定要 會否是一個肯定性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是一個這麼搞笑的狀態呢 你這樣說 其實是等於你很想 帶他回去見你父母 也不是的 因為我家裡 我爸爸媽媽比較開放 整天叫我去帶他 但他偏偏不肯 唯有我先走一步 但我也害怕 反過來我也會怯 不過沒辦法 對 你呢 我也是想他帶我 去見他家人多些 因為我好像是一個肯定 女人的心態 肯定了一點 當然可能有不同的變數 但希望 因為排行期可能有幾個排行期 他願意 他願意肯定這件事 我覺得對我很好 至於大家想 因為最近阿正好像很久沒有見我 如果大家想見家獎之餘 還多了兩個小時後終點 聯絡 對 陳圈紅 對 線遊去D18那裡都可以 對 D18多厲害 我們會幫你盡量找牌 D18多厲害 對 又或者直接PM上網上線都可以